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南方护法联军迅速反击 于6天后的11月20日清取长沙 湖南都军傅良左狼狈逃犯 段祺瑞用兵湖南已是两广的讨伐计划 宣告失败 段祺瑞呢 实际上他是动用直系的军队 来跟南方对抗 但是呢 这个战争打起来以后 冯国璋他又暗中跟西南联系 暗中跟西南联系 那么冯国璋他不满意 段祺瑞动用直系的军队来跟南方作战 所以实际上冯国璋实际上就是 就是暗示前方的直系军队要撤军 所以前方的直系军队从横阳那边都撤军 三都的通电再加上此前直系的军队像范国璋他们从湖南恒阳 冯国璋撤退破坏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计划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计划就是首先控制湖南 然后再控制梁广 那现在从湖南撤军了 再加上长江三都又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 这就惹恼了这个段祺瑞 他就威胁要辞职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段祺瑞内部再次倒台 到底是不是批准段祺瑞的辞职 那冯国璋他要经过深思续律 那为什么呢 因为段祺瑞的力量很强大 冯国璋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两者之间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 所以他要考量什么时候批准段祺瑞辞职 这要是讲究这个政治的谋略的 不能够轻易地 就是冯国璋要考虑问题 就是不能够轻易地跟这个段祺瑞撕破脸 当然如果逼到双崖边的时候 他会断然的 会下命令要将他要罢免掉 罢免段祺瑞意味着 冯段二人撕破脸皮 直完两戏公开分裂 1917年11月25日 冯国璋颁布停战令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彻底破产 南北双方暂时霸兵休战 战火中的三江大帝也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而在冯国璋的重拳打压下 弑拳如命的段祺瑞惶恐难安 几天后 潇瑟寒风之中 段祺瑞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天津 他找来新副干将徐树珍 紧急密谋 商讨对策 试图刺激再起 于是徐树珍一计而行 开始东奔西走 1917年12月2日 在段祺瑞主持下 北方十都齐己天津 再次举行都军团会议 强烈要求冯国璋 明令讨伐西南出生 在这次都军团会议上 出现了两个领封国章团的身影 一个是号称东北王的 凤系首领张作霖 另一个则是几天前 派通电全国支持自己的 直立都军曹昆 曹昆这个人 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信仰不太坚定 谁给他利益 他就支持谁 比如说段祺瑞如果给他利益 他说那我支持你 支持段祺瑞 冯国璋他说 哎 我们都是直系的 我们要共同团结起来 要对付晚系 这个时候他又说 那冯国璋我支持你 但是呢 段祺瑞这个时候承诺呢 给这个曹昆 这个副总统这个职位 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 所以曹昆就竞争为之一振 他就成为 这个主战派的重要的首领了 所以他就支持这个段祺瑞 他要背叛那个冯国璋 我看了他有很多的 我帮你做什么 我可以打个手 所以我让他帮你 去下午 我把他帮你 我帮你 好 你们 我看了 你 你 我看了 你 我看了 我看了 这些编练出来的军队 那么应该说是一支战斗力 非常强的一支军队 冯国章的任命他为参战独范 也是迫不得已的 因为惋惜的力量在哪地方摆着 也就是说参战独范 必须是段祺瑞要得的职位 就是冯国章不得不给他这个职位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段祺瑞的腰杆一下挺直了 此时的二次南征也禁机得顺风顺水 1918年3月18日 直立都军曹昆的手下大将吴佩孚 攻克湘北重镇岳阳 五天后 1918年3月23日 冯国章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复任之后 段祺瑞虎威大发 亲自指挥北洋大军猛烈进攻 打得护法联军丢推卸 1918年3月26日 北洋后起之秀 处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率军占领长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邁华 《选举法》进行选举 产生新任大总统 以强化自己的合法地点 政治人物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言 他可以担任一个国家元首 就是他政治上高峰 冯国璋的新主张一出 立即遭到段祁瑞的强烈反对 最让冯国璋头疼的是 原在湖南前线的直立独军曹坤 带头发难 拉上北方十都联合通电 公开拥护段祁瑞 要求以临时参议员代行国会职权 选举正式大总统 随后冯国璋的敌迹长江三都 马上出手 通电抨击段祁瑞 要求立即解散临时参议院 废计划 最早的